高品质的新土豆洗净不要去皮 切掉两端把它切成大块的柱状形 像我这样直接下油锅去煎 盐和黑胡椒一定要撒足 尤其是盐因为土豆块很大 把土豆的两面煎至像我这样焦黄即可 每一片都盖上黄油 烤箱160度慢烤50分钟 让土豆吸饱黄油撒上欧芹拌 这就是美味的黄油烤土豆 好吃的土豆搭配高品质的肉介牛排 套着包装袋在水里解冻 如果牛排直接接触水 牛排就会变得很水 我今天选用的部位是后切菲力 放到牛排专用煎锅上去煎 效果更好 不用管熟度 中大火煎出美拉德反应 撒上欧芹盖上黄油 三成熟150度5到8分钟 五成熟烤12分钟 非常家常又特别好吃的一道西餐 香草菲力配黄油焗土豆搞定 牛排就不用多说了 最爽最直接的美味 今天这个土豆是非常棒的 因为它吸走了大量的黄油 油煎后再加上长时间的慢烤 表皮焦脆内部绵软 入口不用怎么咀嚼 味道特别香浓 新土豆的皮很薄 可以带皮吃 又增加了一丝口感 这道简单的西餐 一定要回家试试 特别好吃